好 現在大人吵架之外 幕僚也跟著吵架 而且旁人也跟著吵架 大家看熱鬧 來 我們剛剛提到邱毅 他說每次初選那麼好用 為什麼國民黨不敢用呢 那陳志涵怎麼說 他說金老師一再否定民調性度 效度 那我就問 你們國民黨黨內總統初選 對郭董公平嗎 侯伴只能說我們保持包容 那包括朱立文他也說 民主初選西方很常用 尤其是法國開放式初選比較常用 再什麼 政黨聯盟 就像剛剛原汁講的嘛 我們都是黨內人 我們用民調是OK的嘛 但是跟政黨對政黨 或許用不一樣的方式嘛 大家才會心服口服 更加的覺得說OK嘛 好 那現在吳子嘉 還提出一個陰謀論 我真的著實嚇到了 柯文哲真的水那麼深嗎 他說柯今天是故意跟猴翻臉 故意在嗆驚啊 是在尋求朱立倫的溝通管道 利用矛盾 想掌握主導權 但是方法非常的粗糙 保持人我就問啦 現在大人放完話 幕僚再來放話 你們的會前會的第二會 到底還要不要再談下去 還是真的完完全全都破旋 因為話都講得不是很好聽啊 郭董的事情也扯到裡面來 還差一根針給國民黨 這樣對嗎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啦 二次會的話 基本上應該或許還有機會 但我覺得我們現在其實今天就是 智函他也有稍早也有出來做回應嘛 當然這個說法當中包含就是 可能是民主初選以外的方式 又或是可能針對民主初選 有一些更細部的執行面的一個方法 然後先告訴我們說 那到底如何在可能才短短 大概兩三週的一個時間 我們就要去完成民主初選這件事情 我們想要具體的知道說 到底要如何可以辦到 因為過往的話 好 可能像國外 他們基本上前置期也都要半年 那我們現在就想說 那國內基本上還沒有 真的去特別用過這一套方式 然後更遑論說在跨黨派 你要去進行這樣子一個民主初選 那當中的確會有很多很多細節 可能還是要去做一個細部討論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在細部討論之前看 國民黨是不是可以先給我們一個 比較具體的一個說法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個討論這樣 宜翔你是怎麼看 現在藍白這樣子 你們第三者是笑得很開心還是 我超嚴肅的 你看我完全沒有笑起來 其實事實上我現在坐在藍白中間 但我絕對不是藍白中間者 所以我要先把這話講清楚 麗雲也不是 這是藍白自己的議題 藍白自己要怎麼討論 討論是什麼的結果 我想這都是一個民主程序的方式 但是我要先講重點 講重點就是說 現在感覺的出來就是藍白 大家都在討論到底是誰的錯 已經在卸責 因為現在似乎看雙方的說詞 尤其是保證剛剛提到的方式 好像是似乎還有兩三個月時間 在書面 在書面來 然後大家在討論等等 再約個時間 其實如果你要找到說登記前 現在只剩40幾天 只剩一個多月 對其實根本沒有時間 所以我感覺得出 包括柯文哲在內 包括藍營在內 也似乎都是在找台階下 都是似乎想把責任推給另外一方 可是我說時代 我自己從一個盤問者的角度 我去看這個所謂的民主的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初選 知道這個全民調兩者之間 其實這之間大家不要被騙了 這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誰當政誰當副馬 因為今天各政黨都想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 包括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覺得柯文哲確實民調比較強啊 這是事實啊 大部分民調多數民調他是第二名 尤其你去參考手機的民調 就是說如果手機在民調當中 佔一百分之比一半以上 通常就是柯文哲贏 所以今天其實柯文哲為什麼這麼堅持 要用全民調 因為當然對他有利嘛 不然他幹嘛要採取這方式 但國民黨說不公平 我有動員能力 你全部用民調的話 他們雖然可能會民調上支持你 但不一定出來投你的票啊 但我是有動員能力 可以隨便號召出來 這才是選舉的關鍵 所以這是藍營的立場嘛對不對 所以藍營堅持所謂的民族初選的部分 是對他們有利的 所以雙方之間的斟酌最終最終 就是在討論誰要當政 誰要當副的 那你說這個可以有解放嗎 看來大概是沒有了 因為主要是什麼 很看衰欸你 不是 我是根據他們公開的言論嘛 其實你包括看柯文哲提到 我看是沒有打算要合作對不對 不然我這個我讓給你選 你也不會上 你覺得這聽起來像是合作的一個前提嗎 好像是沒有嘛對不對 今天是說我柯文哲是願意 但是你國民黨根本不想要 所以沒有機會合作 所以我覺得回過頭來講我們自己 我覺得民進黨立場 其實賴清德主席也講得非常清楚 這都不關我們的事啦 你們要藍白合不合 你們是不是到底有理念可以配合 我認為我其實很仔細去看新聞稿 對 說這個民眾黨的七個政見 國民黨的四個政見 還有初選的還有這個所謂的大家討論的一個競爭模式 其實我覺得沒有共識的地方其實是跟有共識的地方是持平的 就是說沒有共識的地方是六個 然後是六個有共識的地方 所以不是說很高度的一個共識 所以從民進黨立場 這是你們的事情 但是任何的結果 我覺得都是民進黨要謹慎以對的 義兄我們這樣看起來 柯到底盤算是什麼 從一開始在美國拋出了 到回國之後 到現在坐下來談到隔一天翻臉 柯真的像跟吳子嘉講的一樣 他根本不想跟金普聰來對戰 而是直接指指朱立倫 是覺得朱立倫比較好打是這樣嗎 其實這個也是國民黨其實在昨天 在禮拜六之前遇到的困境 就國民黨裡面到底誰是投 但最後侯以有出來定調 侯以就說最談最重要過我 所以目前大家想 星期五之前是不是還要談一個很扯的話題 就是到底韓國瑜是不分區第一名 還是要來提名他做副主席等等 可是到了禮拜六之後 這些事情似乎都煙消雲算 事實上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藍白河之前其實藍內要先合 結果沒有想到 因為隨著藍白河的議題推動的時候 反而藍內目前的爭議減少 那柯文哲是一個善又矛盾的高手 這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在剛才趙和的問題 如果他今天要能夠再爭取一些不一樣籌碼 那當然一個相對不整合的藍影 對他是有利的 所以柯文哲透過這樣去操作 是可以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還是 我覺得剛剛影響講得非常好 就是現在大家都想要當頭 那就是看用什麼方式 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跑法 講一個最有名的例子 2019年的時候 當時蔡賴在進行 蔡英文跟賴清子在進行黨內初選的時候 蔡英文是不斷的改日期 然後不斷的改方法 這個民調的比例什麼的 搞到最後賴清德受不了 然後用網軍K賴清德 K到最後是不是賴清德最後投降了 然後就照蔡英文的心意完成 最後民調做出來 確實蔡英文獲勝了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不好看的狀況 所以我是希望說 藍白之間在討論這個事情 到底誰在推動藍白河 是藍的很主動意願 還是白的很主動意願嗎 說直白的其實是民意要你們合 因為大家希望政黨輪替 這才是關鍵 所以大家了解 像我們這種無黨籍的人士 大家想的是什麼 就希望老百姓過好日子 我們今天做這些政治評論的工作是什麼 是希望台灣走向正軌 過去七年多的執政 確實有一些狀況 而台灣老百姓的想法很簡單 當執政出現狀況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透過政黨輪替 來讓台灣的政治 有一輪相對可以更正的機會呢 這才是推動藍白河的基礎力量 而在基礎力量之上 誰越貼近民意 也就是說誰真正希望讓台灣變好 然後來促成藍白河 最後會得到民心 也就是說不算者多得 而算者反而少得 這個才是整個事情的關鍵 藍白河現在真的是 從深水區變成潛水區 照剛剛保證那個說法 其實好像還有二次會的機會 但是二次會裡面 好像你看起來蠻眼紅的 好像是郭董 郭董稍微眼紅一點 他說當時柯文哲去參加節目 專訪的時候他說 一定要把這個郭台銘拉進來 做重要的角色 郭台銘就講了這一句台語 直接翻成國語跟大家講 就簡單講 就講了一大堆 做不到一丁點啊 那時候大長說 哇 郭台銘你直接嗆了柯文哲是不是 他馬上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是嗆柯文哲啦 我是指藍白河 絕對不是指柯文哲 只是要跟柯文哲保持一點溫度呢 好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哇 郭台銘繼續說話 他說不管是藍白或者是綠 你們都在做這個政黨的惡鬥 直接酸啦 你做丐幫的幫助 你還是丐幫啊 欸 宜翔 你怎麼解讀 郭台銘的這三段話 他到底是在跟藍白這邊來招手嗎 還是你覺得他的未來下一步 我想郭台銘現在應該是最大獲利者 人家以為是民進黨最大獲利者 不是 其實是郭台銘 是郭台銘嗎 因為郭台銘現在身價超高的嘛 我的意思如果藍白沒辦法合 那郭台銘是不是關鍵 當然是關鍵啊 因為郭台銘關鍵很簡單嘛 如果今天藍白沒有辦法合的話 那我相信 我不是藍白 但我相信各政黨的操作應該是一致的 就是說希望可以操作氣保嘛 今天如果我是民眾黨 我相信如果藍白沒辦法合的話 我會希望說我可以展現 柯文哲一定可以贏 因為柯文哲可以贏 所以需要你所有人的支持 那相對猴有可能也是類似 所以如果你要贏的話 確實你在民調上要有所的差異在嘛 那現在至少看到公開民調 對 確實我覺得柯文哲是略勝沒錯 但是原則上看到很多的民調 還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微妙 但是如果可以把郭台銘的67% 甚至於8%加進去的話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操作氣保 當然有可能嘛 所以今天郭台銘他講這些話 就是展現他的身價了 說對不起你們剛全部都忽略我了 你們全部都不當我一回事 就是現在哈哈你們藍白沒有辦法合 那是不是要來找我來談 所以包括其實我有一些藍營的朋友 我就私下聽他們在講 講說現在這個 如果藍白確定沒辦法的話 我們現在要對郭台銘輸出橄欖絲 要讓郭台銘重回到我們藍營的大家庭裡面 所以今天我要講 我覺得我今天會認同一些我平常沒有辦法認同的人 包括我其實剛上一張這個邱毅有提到 邱毅說每次出選那麼好 為什麼國民黨不敢用 這回到剛剛那個議題 但我要講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國民黨不敢用 就是因為這個他對自己沒有把握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大家在講說 這個初選沒辦法去確定到最好的一個人選 那事實上國民黨過去都是用 這樣初選 其實剛剛包括剛剛也提到 民進黨其實過去在這個賴清德主席 過去是賴清德副總 跟這個蔡英文其實在競爭的時候也是用民調 那大家公認就是民調是很好的方式 為什麼這一次不管用 就是因為國民黨沒有把握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今天可以把郭台銘加進去的話 甚至於可以穩定的勝出這個柯文哲穩格5%到10%這樣子的一個差距的話 我相信國民黨認為這個就是氣飽效應的開始 原則如果照剛剛宜翔這樣講的話 基本上就算藍白沒辦法合 你籃下已經把韓國瑜先拉進來了 你再把郭台銘再拉進來 而且王金平也在那個禮拜六的造勢他說 叫他忘你找鬼你也在現場啊 為什麼 所以現在是已經慢慢在递出橄欖枝了嗎 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侯友宜即便是採取民調的也不見得會輸啦 我覺得也不見得會輸 真的 因為他的氣勢什麼有起來 而且民調坦白說跟動員也有關係啦 有時候也是動員大家在家裡接電話 對 那但是現在因為是在談判嘛 兩個政黨在談判 大家一定會先提一個對自己感覺比較有利的制度嘛 之前民進黨蔡賴之爭 在爭取總統初選的時候也是這樣啊 一開始賴清德去登記要參加總統初選的時候 蔡英文不是一直在修改那個規則嗎 還一直把那個選舉的時間延後嘛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還在那邊酸民進黨啊 說哇他們在比跑馬 跑那個100公尺 然後但是呢 等到賴清德快要到終點的時候呢 欸忽然間變200公尺 反正就一直跑到蔡英文贏為止嘛 所以這是為什麼 這就是兩邊在談判的一個過程嘛 所以這個我覺得民進黨也沒什麼好酸的啦 好都是這樣 那郭台銘的部分 確實我覺得郭台銘他現在一定會比較擔心 就是說他會不會這樣子這個版面就比較少 那大家一定會把重點放在南白河嘛 好在他有一個 最近有一首歌不錯嘛對不對 我姓郭 哥我 霸造總裁的傳說 下架了不要再提了 下架又一波增量啊 對對對 因為大家會去討論說他會怎麼下架嘛 所以其實這支影片大家都在罵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我是說真的 為什麼因為 因為會 三四天六百萬流量 很棒啊 會投他的人啊 不會因為他出自首歌不投他嘛 會投他覺得他是帕西總裁嗎 可以帶給台灣經濟嘛 那年輕人反而認識他 其實我就是覺得他不用 不用這麼在乎啦 反正聲量吵起來 但是他會擔心啊 那如果南白河真的談成什麼的話 那他的腳是怎麼辦 對 所以我今天遇到 我遇到黃士忠剛剛 他直接跟我講說 他說哎呦我們 郭董已經有六 已經六十萬連署了 到時候如果採取開放式民主初選的話 萬一啦 侯友宜的得票不如 郭董的連署的分數的話 那侯友宜要不要退選 但我覺得這不能這樣比 就是說 還能這樣比啊 因為連署那個大家 沒有不是三個人競爭嘛 對不對 好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時間 他連署的時間也比較長嘛 你現在準備開放式初選時間 沒那麼長 但是可以感覺的出來 其實郭董是還蠻想 就是說參議員 我其實我主張啦 就是說要把就是民調的話 郭董也進來民調 或者是開放式初選的話 郭董也來參加 但是大家要遵守規則 就是說最後的結果 大家要相挺 我覺得才會贏啊 不然的話就會像那個 要想一樣有沒有在旁邊 抽菸看好戲 然後哎呀 反正你們也不會合啦 我們賴清泽躺著懸啊 我都是根據柯文招 還有沒有藍營自己說詞 對 不能讓民進黨那麼輕鬆啦 還可以去桃園 然後跑一跑去那麼爽 對 保證你怎麼會看 今天你們主席有講到一個觀念 就是那時候他上專訪的時候 他有說 郭台銘要一個角色的位置 主持人追問他沒有回答啦 你們認為 你們私底下幕僚認為是 你們已經有私底下在跟 郭董做聯絡了嗎 還是說藍白真的沒有成 像宜翔講一樣 有沒有沒成功 我把郭董趕快拉來 是這樣嗎 應該是說雙方的幕僚 其實本來就一直都有聯繫啦 就是即便到現在的話 跟郭陣營肯定還是會有聯繫 只是說因為目前是先在 聊這個所謂的藍白之間 到底有沒有機會在野的一個整合嘛 所以現在可能比較多 大家所關注到的都是跟侯友宜這邊 但其實我們在跟郭台銘陣營的話 其實基本上當然聯繫上還是會有 那我覺得剛剛就是有提到嘛 就是他到底 柯P他這樣子講的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因為郭董他對於這種經濟層面 或是這種國際層面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有一些實務上的經驗 所以我相信柯P自己心中 大概也有一個底說 如果假設有機會可以跟郭董合作的話 他可能在哪一個位置或是他是哪一個角色 哪一個身分會比較合適 那當然這個細部的話是沒有跟他有確認過 但是我相信柯P他自己心中的話 他自己講出來一定是他認為說 在國際跟經濟這一塊 他一定可以發揮他自己最大的一個實力 那我另外聽到 因為剛剛那個 袁芝有提到世修所提到那個 什麼要不要退選的事情 我這樣乍聽起來 我覺得郭董對於當時國民黨的初選 還是非常的那個賽制的結果 他可能還是耿耿於懷 所以他才會覺得說 那你為什麼現在提民主初選 你當初怎麼不提民主初選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世修他稍早好像在這個新聞上 也有媒體的這個採訪 然後他也是提到說 如果真的辦當時那種民主初選的話 以財力來說的話 郭董一定不是問題 選舉是比財力嗎 因為你看啊 你看如果真的辦這種民主初選的話 他肯定會有非常多成本的一個考量 花費跟成本一定都是考量 所以後來這個 黃世修他這邊有講到嗎 他自己也覺得說 國民黨怎麼會這次提出說 他從來都沒有用過的這個民主初選 然後他甚至也提到說 如果真的去簽這種認同小卡的話 當然可能也不排除 會有被灌票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相信可能在郭董陣營 他們自己也在觀察 現在到底藍白之間 到底幕僚的這個二對二 或是接下來有沒有可能這個 頭對頭這樣子的一個對團 我相信郭董他自己也都有在觀察